积极鎮和坪里、林寅市、兩外道路 是運動休閒以及對送農作物的重要道路 經過20年已經破損相當嚴重 而在地方民意代表的陳情下 希望縣長會堪之後可以協助地方 改善這條道路已經不安全的部分 這條路是我們一座好花園 人們運動都走來這裡 10天都走 路面前不要 第一點走路不安全 第二點這裡農產品 如果你看農產品車好近距離也好 很多人在這裡出場 出場不然會去 農產品還沒到我們的營業店都爭了 這條我們知道了 我們就認證我們管議員和管政府 管政府隨來把安排會貪 隨時拆國公來實施 讓我們這些農民和我們這些地面有安全的路 這條路長達800米的路長 因為年久失修 路面已經坎坷不平 路機也不太知道 很需要重新鋪設 管政府今天來了解之後 感覺有這個動心鋪斥的必要 所以這些村民 因為這些村民農民很多 感覺聽到這個消息很開心 管政府對一集有今天 就提中間要吃千萬來一集建設 來回會的地方 相信一集人也感受到 林隱市連外道路 是證明休閒好去處 也是農民載送農住物的重要道路 縣長林明珍專程前往會看 決定將以190萬元經費 進行道路改善 這條道路大概總長 大概將近800公尺 整條路面都回事也非常嚴重 我記得這條路 是我在當鎮長的時候 幫他們鋪塑的水泥路面 到現在已經事故快30年了 所以整個路的破壞 歸類非常嚴重 所以今天來勘察 我們一集要給他重新鋪AC路面 總經費要達到190萬 為了地方的產業道路的通行 讓我們在農產運輸比較安全 所以這個也非常非作不可 所以我們會盡快地來設計 盡快地來發包 讓我們這條產業道路 大家的農民進出 讓這條比較安全 比較方便的道路 讓他們來通行 縣長黎明珍表示 這條道路是他 當吉祺鎮長任內鋪施至今 因此特別了解民眾的想法 以及需求 最近公扯案 需要將近200萬元經費 他將趕緊籌款發包 還給吉祺村民安全好手的道路 記者 雙欣福 吉祺鎮採訪報導